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台北的严肃鸡 外酥内嫩的炸鸡小吃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主题是台北的严肃鸡 这道小吃可谓是台湾夜市的明星之一 外酥内嫩 让人一口接一口 停不下来 想想看 当你走在热闹的夜市 四周飘散着香气 突然被那金黄酥脆的严肃鸡吸引 这种感觉就像是被一位魅力四射的明星所吸引 无法抗拒 首先 让我们来聊聊严肃鸡的历史 这道小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台湾的街头文化 据说最早是由福建移民带来的炸鸡做法 然后在台湾的夜市中发展出独特的风格 这就像是把一位古典音乐家放到摇鬼乐队中 经过一番改编后 竟然成为了全新的音乐风格 严肃鸡的制作过程也相当有趣 首先 选用新鲜的鸡肉 通常是鸡腿肉 因为它的肉质更嫩 接着 将鸡肉切块 裹上特制的粉浆 这里的粉浆可不是随便的面粉 而是经过调配的 里面可能还隐藏着一些秘密香料 让人一吃就上瘾 然后 将裹好粉的鸡肉放入热油中 炸至金黄酥脆 这一瞬间 油炸的声音就像是音乐中的高潮部分 让人心跳加速 而严肃鸡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口感 还在于它的搭配 通常 严肃鸡会搭配一些香菜 蒜片 甚至是九层塔 这些配料不仅增添了风味 还让整道菜看起来更加诱人 就像是一位穿着华丽服装的明星 总是需要一些配饰来衬托 有趣的是 严肃鸡在台湾的夜市中几乎是人人皆知 但在国外却不一定那么受欢迎 这就像是某些明星在本土大红大紫 但到了国外却默默无闻 或许是因为外国人对于炸的概念还停留在炸薯条的阶段 对于严肃鸡的外宿内嫩还需要一点时间去理解 最后 让我们来谈谈严肃鸡的社交功能 想象一下 和朋友们围坐在夜市的小摊前 手里拿着一串热腾腾的严肃鸡边吃边聊 这种氛围就像是一场小型的聚会 让人感受到台湾人对于生活的热情和对美食的追求 所以 下次当你在台北的夜市中 看到那一来来金黄的严肃鸡时 别忘了停下来 品尝这道不仅美味 还充满故事的小吃 毕竟 生活就像一块严肃鸡 外表酥脆 内心却是柔嫩的美好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东京的章鱼烧 鲜美多汁的海鲜球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 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 东京的章鱼烧 说到章鱼烧 大家可能会想起那一口咬下去 外脆嫩嫩鲜美多汁的海鲜球 没错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首先 章鱼烧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日本的大阪 但东京的章鱼烧也有其独特的风味 想象一下 在繁忙的东京街头 您走过一个小摊 摊主正在用特制的铁板 翻转着那些金黄的章鱼烧 香气四溢 简直让人忍不住想要立刻买上一份 章鱼烧的制作过程 其实就像一场小型的烹饪表演 摊主熟练地将面糊倒入 特制的圆形模具中 然后迅速放入切好的章鱼筷 葱花和天赋罗碎 最后再用筷子翻转 仿佛在进行一场优雅的舞蹈 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艺术感 仿佛在告诉我们 美食不仅仅是味道 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而说到章鱼烧的配料 除了章鱼 您还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创意搭配 比如明太子 奶酪 甚至还有一些摊主会加入辣酱 给这道传统美食增添一丝刺激 可以说 章鱼烧就像是日本的海鲜球界的万花筒 每一口都可能带来不同的惊喜 当然 吃章鱼烧的时候 您可不能忘了那一层浓厚的酱汁和美味的海苔粉 想象一下 您在东京的街头 手里拿着一份热腾腾的章鱼烧 嘴里咬着 外面的酱汁流淌而下 简直是人间美味 这时 您可能会感叹 这才是生活的真谛啊 最后 章鱼烧不仅仅是一道美食 它更是连接人们的桥梁 在东京的街头 您会看到不同年龄 不同背景的人们 围在摊位前 分享着这份美味 交流着生活的点滴 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说 美食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而章鱼烧 正是这门语言中 最动人的音符之一 所以 下次当您在东京的街头 看到那一排排热气腾腾的章鱼烧时 别忘了停下脚步 享受这一份来自海洋的馈赠 毕竟 生活就像章鱼烧 外表看似简单 内里却蕴藏着无尽的美味与惊喜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伊斯坦布尔的烤肉串 香气肆意的街头美味 伊斯坦布尔 这座横跨欧亚两州的城市 不仅以其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而闻名 更以其街头美食而让人垂涎于低 尤其是那香气肆意的烤肉串 简直是让人无法抗拒的诱惑 想象一下 走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 阳光洒在古老的建筑上 空气中弥漫着炭火烤肉的香气 你可能会看到一位大叔 手里拿着一把长长的铁签 正熟练地翻转着一串串肉块 仿佛在进行一场烹饪的舞蹈 此时 你的肚子可能已经开始发出抗议声 仿佛在说 快点 快点 给我来一串 烤肉串在土耳其被称为 Cisco Bob 而这个名字的由来 其实很有趣 它源自阿拉伯语 意思是串起来的肉 想象一下 古代的游牧民族在篝火旁 拿着长长的木棍 把肉串起来烤 既方便又美味 可以说 烤肉串是历史的见证者 见证了人类从游牧生活到城市文明的演变 而在伊斯坦布尔 烤肉串的种类繁多 从羊肉 牛肉到鸡肉 各种口味应有尽有 每一串肉都经过精心腌制 搭配上香料和新鲜的蔬菜 简直是味蕾的狂欢 有人甚至说 吃烤肉串的最佳方式 就是用手 直接撕下肉块 沾上自制的辣酱 仿佛在进行一场肉的盛宴 当然 烤肉串不仅仅是一道美食 它更是一种社交的方式 在伊斯坦布尔 朋友们常常围坐在一起 分享美食 畅谈人生 有人说 烤肉串的香气 就像是有意的纽带 越烤越香 越吃越亲密 最后 作为一位教授 我不得不提醒大家 虽然烤肉串美味无比 但也要适量哦 毕竟 过量的美食 可能会让你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 变成肉串达人 而不是历史学家 所以 享受美食的同时 也别忘了留点空间 给那些美丽的古迹 和迷人的风景 总之 伊斯坦布尔的烤肉串 不仅仅是一道美食 更是一段历史 一种文化 和一种生活方式 下次你走在这座城市的街头时 别忘了停下脚步 来一串烤肉串 感受那份香气四溢的街头美味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 穿越了台北的严肃鸡 东京的章鱼烧 和伊斯坦布尔的烤肉串 这些美味的小吃 不仅让我们的味蕾大开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 各地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台北 严肃鸡 以其外酥内嫩的口感 和丰富的配料 吸引了无数时刻 而在东京 章鱼烧的制作过程 宛如一场小型的烹饪表演 带给我们的是 无尽的美味和惊喜 至于伊斯坦布尔的烤肉串 不仅是味蕾的盛宴 更是人与人之间 情感交流的纽带 通过这些美食 我们不仅仅是在享受一顿饭 更是在体验不同文化的精髓 就像生活一样 外表看似简单 但内里却蕴藏着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些美食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有没有特别喜欢的美食 或者在夜市中难忘的经历 想要分享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提问或者分享 你们的美食故事 让我们一起在 美食的世界里畅游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 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石英文做会成 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